大家好啊 这个 廊坊市啊 这个旅游局吧 副局长这位孙丰年啊 跟年轻的34岁女性偷情 被发现之后 情急之下 跳楼 坠楼而死啊 类似的事之前发生过 有一个 13年 四川省 越池县 越池啊 越飞的越 水池的池啊 这个地方我想起来 安越 安全的安 越飞 山越的越 安越是 好像是陈西同的家乡哈 这个不是安越 是越池 说是 越池县环保局 纪检组的组长 你看滑稽吧 纪检组 你是专门查别人的 是吧 这个工作呀 生活作风啊 对吧 你吃纪律检查 纪检组长 结果你还花花啊 纪检组的组长叫王刚 这个人更年轻 才40岁 是本身他是有婚姻的 他是有妇之夫 对吧 他中午去女性家里 与该女人偷情正欢时 不料女人的男人 女人的男人 人家也是名花有主的啊 不管是有没有婚姻关系 中午回家了 这个王 这个王刚啊 慌忙中 只好跳上窗口 躲在空调上啊 就那个空台 那个外挂机 那个他哪儿 记得住你啊 一百多斤 结果不慎 从四楼的空调上 摔下摔到一楼 当即身亡 这个当天 十五时许 下午三点啊 这是2013年 三月二号发生的事 然后岳池县人民政府 新闻办公室 给四川日报网 四川日报的网站啊 发来回复 不是三月一号的事 是2013年2月22号 中午一点钟 环保局的祭奸组长 叫王刚啊 叫王刚的人也特别多啊 那个西班牙这也有叫王刚的 北京也有叫王刚的 还有一个演电影的吧 跟张铁林他们 是吧 不叫王刚吗 是吧 这个发生地点在九龙镇 大东街 五十一号三栋 一单元三楼 意外发生坠楼 到县医院抢救无效 于下午一点左右死亡 其实他们把这个地址 说的太清楚了之后 这个房子以后不好卖了 而且这个女的 这位女性啊 虽然他也是搞破鞋啊 也是 偷情啊 这种不正当男女关系 但是以后这女的没法混了 是吧 就像 刚才我读的那个 河北省廊房市 什么惠景院 叫惠景轩小区啊 惠景园 那个地址说的特别特别清楚 那十号楼 什么八一八房间 以后这女的也没法混了 对吧 估计有可能过一段时间 离婚是 大概率 没准还自杀呢 或者被自己的老公打死 都有可能 还有出车祸死的 你看有跳楼死的 坠楼死的吧 他不是跳的 还有出车祸死的 这是湖南的啊 发生在哪呢 磊阳 湖南磊阳啊 市委宣传部的一个干部啊 市委宣传部 证实这件事 磊阳市委组织部 常务副部长 叫王建伟 和另外一个市 叫常宁的 常宁市委市政府 还有这个组织叫接待处 接待处的副处长 叫陈芳 多次发生性关系 今年 我看这是哪一年 16年 2月27 陈芳与其私会后 发生交通事故身亡 是这女的 这女的死了 出租车 撞死了 还有村干部 从酒局 这个喝酒 中途退场后 与女同事 约会死亡 纪委介入调查 19年 11月3号 这又是湖南 湖南 称州市 汝城县 卢阳镇 新景村 代理村委会主任 朱某某 代理村委会主任 刚当上没几天 这个老村主任 刚把权力给他 或者老村主任出事了 或者老村主任要退休了 刚当上没几天 就烧的 这一当官 人的性欲都是 水涨船高 是吧 随着官大 他这个性功能都成倍的递增 参加镇领导 酒局时中途退场 与村里的女干部 阔侯非夫妻关系 发生关系时 出现身体不适 经抢救 无效死亡 这不知道怎么死的啊 对了 前一段好像安徽 我们在网上看到视频了 安徽 好像是一个报社的总编吧 和他报社一个比他年轻的女的 这主编 五十多岁吧 就在一个视频 可能很多人都看到过 那个 在一个地下车库 他们是在一辆车里边 搞的 那叫所谓的车阵吧 在车里边搞 然后 突然间这男的 犯心脏病了 可能是 然后从这车上下来 从车上下来 然后没走两步 咕噔一声 一头栽倒 就死在那了 然后那个女的 从车上下来 完了 还整理衣服 衣衫不整 一个年轻女的 慌慌张张的 有那么一个监控探头 是一个地下停车场 停在车上 他们俩车阵的 有那么一段 其实说白了 这种情况 很多很多 我还撞见过一次 我怎么撞见了呢 是 这倒也不能说 他是当官的 他是当官的 他是一个 私营企业的老总 就在原来 在我住的家 在我住家附近 他呢 也做一个生意 我不说做什么生意了 说太明白了 回头我们的同行 该发现了 基本他算跟我 一个大同行里边的 一个大圈子 但是他呢 他是有一些关系 能把货卖出去 但是呢 他不想养车养人 然后他就借助于 我的运输力量 因为我有伙计 有司机 装协工 我还有卡车 等于我是一种 劳务输出 我给他提供运输服务 这种情况下 我们离得又很近 后来就成朋友了 有一天吧 我这人喜欢串门 都下午吧 下班了 然后呢 我说找他聊聊去 反正也都是北京人嘛 他比我岁数还大 结果我一进 他那办公室吧 下班了就没什么人了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人 我就溜达一圈 结果灯都黑的 结果呢 他那办公室好像还没锁 没锁门 我直接推门就进去了 结果我发现了 这老哥 这老哥好像是 北京人 但是在东北插队回来的 人高马大的 个子高 戴个大眼镜 好家伙 他正跟他那个会计 那会计可不年轻了 而且长得还不好看 五十开外了 应该有五十以上了 戴个眼镜 还胖 他们俩跟那 哎呦 完了 我一看见 我之后赶紧提裤了 还有点尴尬 我 我没说啥 我赶紧就 走了 是吧 赶紧就颠了 这件事啊 已经过去了 我想想啊 至少快二十年了啊 我可是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 除了跟我身边人啊 最近的家里人 可能一两个人聊聊 没跟任何人说过 我也是忽然间联想到这了啊 好吧 就不聊了 反正这帮贪官污吏啊 可恨啊 还有什么收集什么女性 什么体毛的 还有写性哀日记的 好像是海南的 也不是哪 这种情况下真多